好啦 剛剛一直有人推薦老高 我們來看老高吧 老高有什麼影片我還沒看的 呃... 我真的不知道看哪一部 韓國真人真事怪談 終於水落石出了 大家好我是威爾 哎呦這部不錯耶 看這部看這部 大家好我是威爾 歡迎來到X調查 今天我們來講一期李昌宇案 因為如果沒有李昌宇 凶手會繼續消用法外 越是靠近底層的樓層 停的車越多 因為越是往上停 就需要開越多的路 現在在播的影片裡面 只要出現一個死人就加一小時 困食塑藥代價 我們這樣好不好 你們認真聽我講 看著我的眼睛 你們閉嘴 先閉嘴 看著我的眼睛 我們進倒數50校 倒數70校 我們再這樣搞好不好 不要現在 我還有170校 我想在這個院內開玩 主播現在是不敢單挑 擺MAMPT像的娘炮 我一直都是娘炮 我沒有否認過 隨後警察安排了當天的目擊者進行執任 沒想到幾位目擊者 都執任了同一個人 而這個人 就是這位德里托 畢然長得有理想 1973年的7月16日 這天是個星期一 這天判你不用去牙科診者上班 現在什麼環節 發瀾 看片算廢 我真正在想耶 我的騙師也在 我們要不要現在在討論啊 這是不是可以剪成精華 我再把收一個威爾分 我想收集全YouTube的版權砲嗎 我之前在Twitch上看到一個很有趣的評論 就是 版權砲到底是不是打砲 然後 當時阿B就 用微弱的語氣損 應該是吧 就這樣 我就是看每個YouTuber影片就好啦 打砲實測耶 我是YouTube幹砲魔人 好爽 YouTube約炮達人放火 我們要對每個YouTuber發射愛等光線 但是我跟你們講清楚了 如果如果剪成精華 點閱還不錯 有收益 我會分 欸等等 我很怕這真的被解 那個 WELL 你在看嗎 那個 我愛你 如果你真的看到了 Gmail我 我真的會分收益 對不起 Gmail Gmail 放火早點休息啦 坐到了7樓 這些政務 已經在地下室 存放了幾十年了 能否提取到其中的DNA 成為了破案的關鍵 隨後 李昌宇 通過自己的獨特技術手段 成功的從手帕上 提取到了部分DNA 接著他重新從職員 那可能厲害的是科技耶 不是 不是 再次採集到了 不是那個人 沒有我相信 Terry 任何時代都有天才 只是因為沒有證據 最近你有沒有發現 任何的懸案 跟任何的 未解案 或是那種根本沒有證據的案子 被解 都是他們找到 提取到的DNA 靠技術 然後最後再依靠 數據庫的那個警報器 給滴滴作響 然後就找到了人 所以 這是不是 判定了一個定律啊 只要犯罪過的人 遲早會犯罪 所以 這個 懸案就會被破解 啊 那沒有所謂的 福爾摩斯 任何的福爾摩斯 都是所謂的 數據庫 跟 DNA 驗證技術 主播可以用 Will的語氣講 大家好 我是Louis嗎 那 1358嗎 大家好 我是Will 大家好 我是Louis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 YouTuber 他盜用各個影片 然後最後被版權炮的 一個 懸案調查 他到底是怎麼被版權炮呢 接著看下去 YouTuber 1998年6月2號出生 他是 生長在台灣 曾經到新加坡留學的一個台灣人 來新加坡留學了5年 是一個對拍片非常有熱忱的一個人 但結果 在5年之後 他因為他的 職業生涯遇到了瓶頸 他過期沒有人氣了 所以他最終想要用 呃 趁熱度 以及 依靠其他流量明星的方式來獲取流量 最後他得到這些流量之後 他發現了這個財富密碼 那財富密碼就是 依靠觀看其他人的影片 然後把那個的反應影片做成 精華影片的方式上傳到他的遊戲頻道 因而賺取收益 最後這期懸案被破解 是因為 廣大的網友們的剪輯 以及 該放火的片師 阿公 阿兵的背叛 原片剪輯 所流露出來的 咳咳 證據 因而證明 放火毫無改意 而且是一個罪孽深重的人 在此 我想說 在天堂的約翰和潘妮婦女倆 可以安息了 我想在這個案子破案的那一刻 正在製作影片的 Will 及各個被版權 給侵犯的其他YouTuber們 也好好的 喊吐一口氣了 被出發了 被出發了 不要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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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解釋 我開台3天 03小時 眼睛很痛 真的很痛 一直看著螢幕 長時間72小時 看著螢幕 眼睛真的痛 這個不好笑 是嚴肅的行為 請各位不要開玩笑 你們要剪可以 這個剪進去 為我愛你 我愛你 為我真的不想再拍道歉影片 拜託真的不要 下凌晨1點43分 我真的不想拍道歉影片 說話要道歉 那誰還要亂說 我不知道UZ吧 就是 哈哈哈哈 阿阿阿阿阿阿 最終沒有讓約翰失望 將隱藏多年的兇手 神志以法 我想在宣判的那一刻 在天堂的約翰和潘妮婦女倆 可以安息了 在這邊不好笑 我是 I'm gay 我是想起我剛剛講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男人定業 叫天真帥 呃 還有什麼好看的 我突然不想睡 去看Toys的精華 點月比我高 我在看 呃 呃 誰看哦 呃這個未解嗎 沒事沒事我們一起動 今天給他再講的故 內部有地下河川 以及各式各樣的鍾乳石 除此之外 嗯 等一下哦 我看到有人說什麼 呃 這留言太屌了吧 浪火好帥 啊謝謝 主播賣海鮮是不是可以到達4000人 我剛剛原本想要亂講話 我剛剛原本想要亂講話 但是那個 不要 我不知道 應該可以吧 我覺得賣海鮮很厲害啊 對啊 你們不要一直讓我試驗 我剛剛沒有要講說什麼炸賭朋友 或去賣賭也有10萬人看 然後觀眾還可以很驕傲 就是我覺得這很不好 欸等一下 等一下 推子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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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網路社會需要你 我愛你 你怎麼看 像個屁X 滾 根本沒有在看 我他媽在 在思考我要怎麼道歉 等一下我們往前看一點 不是我剛剛根本沒在看 我剛剛腦袋只是在思考 就是這真的被剪成精華的 然後 我在想著我要怎麼道歉 我也不是因為 醜 裸造醜聞才有這麼多人看 欸是嗎 嗯 應該是吧 我裸造醜聞是在2020年 才才才被傳出來嗎 欸這應該也是2020年的影片吧 喔2018 好那那時間記錯了 我裸造應該是2018出來的 欸 248萬 喔喔喔喔喔 欸我記錯日期了 欸不不不800 喔這應該也是裸造之後 欸欸2018 欸欸 跟小玉吵架 喔這應該也是裸造之後 欸2018 欸 裸造上的顏色 都是用燈光打上去的 營造出無彩繽紛的夢幻氛圍 而沒有經過人為開發的天然融度內 實際上是一片漆黑 想要看清楚道路 就要靠每個人頭上戴的礦燈 以及手電筒 為什麼不戴火把 哈哈哈 戴玩minecraft啊 國小的 哈哈哈 用TP出來 欸各位啊 他們幹嘛不用TP出來 他們也戴個盾牌吧 可以做得差不多就好了 哈哈哈 等一下我們認真 認真看影片 哈哈哈 哈哈哈 他有一萬個不下水的理由 而他 就是下水了 並且只有他一個人下水 可能是霸凌 不會覺得 安全性 以及如何上岸的問題嗎 這樣的行為 太不符合 那你要找到屍體啊 你知道嗎 如果真的是像他們說的 霸凌下去 翻人死了 跑掉之後 也要找到屍體啊 這起案件已經過去了12年了 每隔幾年 都會引發網友的討論 各路民間高手 也各展才華 分析自己的看法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夠破案 還沒破案啊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應該是被埋起來了吧 啊我後面有人 他的 我幹 我家後面有人 就就就就 謝謝妳 打開了 小 Certainly 不怕 她剛好 不要有 我沒 我沒有 我沒